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2日星期二的第一節 先講講澳洲如何堅持抗擊科技霸權 話說澳洲國會目前正審議一條法例 這條法例規定了所有科技巨企 必須向當地的新聞機構支付相關的新聞費用 這項法例當然會受到科技巨企的強烈反對 Facebook的創辦人朱克伯格 在上星期五親自打電話給澳洲財政部長 弗里登貝格和通訊部長弗萊徹 嘗試游說這兩位官員 就著新法例作出若干收頂 不過這兩位官員就堅硬 完全是不買朱克伯格的帳 所以這傻人又捱了一下滿棍 另外我們又會去看看 紐西蘭的貿易及出口部長歐康納 竟然公開呼籲澳洲當局 在應對中國時需要展現出尊重 當然就是相當內人尋味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先說到底澳洲如何繼續抗擊這些科技霸權 朱克伯格上星期打電話給財政部長和通訊部長 財政部長昨天接受澳洲媒體訪問時公開說到 說他的確跟朱克伯格在討論新法時進行了非常有建設性的討論 但是主持人又問到他到底朱克伯格是否能夠改變得到當局的主意呢 財政部長就說 朱克伯格的說話是沒有令我作出任何的退揚的 他這個解說已經非常清晰了 即是說這一趟通話純粹是建設性的討論 但是有沒有什麼進展呢 似乎是沒有的 澳洲是絲毫不退的 這件事當然值得尊重 不是說別人叫你兩聲 你又立刻縮一咎 這樣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本身澳洲這條法例表面上是針對科技巨企 應該向新聞機構支付費用 就算是說表面原因的本身 其實也是做得對的 所謂新聞有價 科技巨企在自己平台那處展示澳洲新聞機構所發佈的新聞 但你沒有向它支付相關的費用 其實這個是說不過去的 就算說英國那些家居的電視 其實都需要有一個TV license 即是電視許可證 大概就是1500磅一年 那為什麼要給這筆錢出來呢 就是因為一家獨立的新聞機構 即是BBC 他就需要有一筆錢來運作 他要作為一家獨立的機構 是不受到政治因素干預的話 就一定是要民眾自己給錢出來的 這件事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是做得對的 正如澳洲這條法例 他其實也是做得對的 那些新聞媒體也要營運下去的 好話不好聽 現在澳洲當局都是想這些科技巨企 在手指欄那裏漏多少出來 就已經能夠養活人家整個行業了 你不需要說牙痛的聲音 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 其實就是為了保障新聞自由 這個我們在上星期也好像有解釋過 就是因為說這條法例 如果通過了以後 那些科技巨企要修改自身的平台 無論是search engine 搜尋引擎 或者是社交平台也好 他們要修改演算法的時候 他們就要在14日之前 通知相關的新聞媒體 那就可以確保得到 比如說有一宗新聞出來很轟動 如果那些科技巨企是想打算 利用修改演算法的形式 來去壓抑這些新聞的傳播的話 他至少的生效日期都要在14日之後 那這個是不是保障得到新聞自由 是不是可以令到這些科技巨企 不能夠再為所欲為 而且這一條法例還規定了 那些搜尋引擎 例如Google 冰 那些搜尋結果當中 必須要以原始的新聞來源作為優先 即是說一宗新聞 最原本是由哪一家媒體來發佈 如果別人搜尋那宗新聞的時候 你一定要放在頭幾個位置 你又不能夠排到哪一頁 這就確保得到那些媒體的曝光 所以澳洲這條法例 其實更深層次就是要來保障新聞自由 當然錢方面也很重要 你不要弄得別人乾糖 那你怎麼運作下去呢 現在朱克伯格就很緊張 一來他就想保有他們科技巨企 一直以來所有的權力 二來就是如果澳洲開了這個先例的時候 分分鐘會引發出骨牌效應 其他國家肯定會看看到底澳洲的執行情況是怎樣 他看到你如果執行得好的時候 對於國家是有利的時候 那別人就可能會仿效 因為仿效的時候 那些科技巨企當然就是很濕 那到時他們就要向每個國家的新聞機構付錢 他們肯定就千萬個不願意 這些孤寒財主 你叫他賺少一元他都當虧了 那所以這班傢伙肯定就會極力反對 另外就是Google較早之前 曾經威脅過澳洲政府 說他們如果搞這條法例的時候 可能就會退出澳洲的市場 你有張梁繼 莫里森也有過長梯 你威脅他就行 他馬上聯絡了微軟 因為微軟其實他也有一個搜尋引擎 叫做BING 但是那個沒什麼人用 在澳洲的市場佔有率來說 Google就是95% BING就是3.7% 可以說是蚊比和牛比 小毛見大毛 Google作出威脅 莫里森在上星期 跟微軟的行政總裁納德拉進行會談 莫里森聲稱 微軟相信 如果Google真的關閉當地的搜尋服務 微軟的兵引擎就可以取而代之 其實微軟根本上是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他本身在當地市場佔有率低到一個點 沒什麼存在感 如果這個新法通過之後 Google真的這麼愚蠢 空了整個位置 即是說有九成半的空白等著微軟來填補 所以無論這條法例對於科技巨企有多辣 因為本身微軟在澳洲市佔率是很低的 他本身賺的錢已經不多了 如果通過這條新法以後 Google自己愚蠢退出市場 冰就吃了他的肥豬肉的時候 他賺的錢反而是多了 所以這條法例對於微軟來說是沒所謂的 而且也證明了一點 就是科技巨企本身 都不是鐵板一塊 而且周市都會狗咬狗骨 你又告他 他又告你 譬如說Google這樣 上個星期又去告蘋果App Store 說別人壟斷了 因為這些巨企之間 其實都有利益衝突 都是有矛盾的 只不過現在莫里森很聰明地利用了微軟和Google之間的競爭關係 拒絕Google的威脅 但我相信Google到最後未必會走 純粹叫做拋下浪頭 你本身在那裏做得好地地 那時候叫你給少許新聞費出來 不會讓你虧錢 賺少一些 所以我不覺得他們會退出市場 反而是想帶走莫里森 怎料帶不走 接著就講下第二宗消息 就是紐西蘭的貿易及出口部長歐康納 竟然他公開這樣 呼籲澳洲 和中國往來的時候 應該要學習紐西蘭所採取的優勝做法 這個其實是很愚蠢的 為什麼呢 澳洲有他自己本身的難處 澳洲也有他自身的外交政策 什麼時候輪到這個 紐西蘭的貿易及出口部長說三度四 歐康納還說到 說很清楚的一點就是 如果澳洲是能夠和紐西蘭一樣 對中國拿出尊重 在外交上做到謹然慎行 他就說 他猜澳洲的情況就有望和紐西蘭差不多 就是說 你紐西蘭就和中國有一個很緊密的經貿合作 如果你澳洲就像我們紐西蘭一樣 你就能夠修復和中國的經貿關係 歐康納所說的話就真的很露骨 到底澳洲的想法是怎樣呢 我相信這才是最重要 現在澳洲就積極為他們自己的產品 在開拓新的海外市場 他們就嘗試在缺乏中國出口市場的情況下 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經貿道路 現在似乎都挺成功的 很多產品都能夠外銷到一些新的市場 而且澳洲剛剛所公佈的對外貿易的數據 其實都是創下了好的成績 我想澳洲就未必會聽紐西蘭這一番的勸說 而且在上個月尾的時候 紐西蘭就和大陸簽署了更新的自由貿易協定 當然雙方在經貿關係上更加密切 大家就會看到 就算上個月民主派的大搜捕 有五眼聯盟當中四個國家的外長 都有份來聯儲一封信 唯獨是紐西蘭缺席 這件事已經是跡象很久了 比如說五眼聯盟當中 有四個國家都願意向香港人伸出援手 唯獨是紐西蘭說 自己地方小不方便接收你 實在是過去說太多這些例子 證明得到紐西蘭對中國的態度是非常謹慎 是不願意有半點得失的 當然這一個更新的自由貿易協定 相信就是大陸對紐西蘭的回報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